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思维贫穷 不愿动脑筋 一个人穷一点没有关系 就怕心穷 钱没有了可以去赚回来 心穷了就一穷到底 生活中心穷的人一般都有以下四个习惯 希望你一个都没有 否则穷根难除 一 不自律 做什么都喜欢半途而废 心穷的人做什么都感觉没劲 不是自己要做的事情 如果真的想到了什么好点子 有了机遇但只是一头热 做几天就感觉不想做了 无法真正监视作为监视 如果是有人和他合伙做生意 半路退出的总是他 导致别人上下不得 最后失去信任 如果是平常的生活 他也是两天打鱼三天晒亡 二 遇到问题总是逃避 而不是积极面对 一旦预示了心穷的人不是积极去解决问题 而是逃避问题 即便是他自己的责任 也会推卸得一干二净 也许心穷的人平时也喜欢夸夸喜谈 看起来很有文化 有思想的样子 但关键时候就怂了 如果是遇到危险 跑得比兔子还快 溜之大吉了 三 小气抠门 别人眼里的铁公鸡 心穷的人非常注重 趋利避害 一点亏都不能吃 什么好处都往自己身上懒 如果是朋友聚会 他从来不会买单 遇到买单的时候 要么找借口走掉 或者磨磨蹭蹭 假装一下 等别人主动去买单 这样的人越活 朋友越少 大家都认为他是骗吃骗喝的人 不值得交往 心穷的人就是谈恋爱 也小气到家了 总以为一餐饭 就可以让别人答应一起结婚 结婚的时候 还要各种各样的讨价还价 四 常常抱怨社会 为贫穷找一堆理由 心穷的人 不会自己身上找穷的理由 而是抱怨社会 责怪社会 没有给他机会发财 都不想一下 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也不能监视到底 拿偶钱送上门来的道理 天上掉线饼 也要早起才行啊 心穷的人 逢人就诉苦 希望引起别人的同情 当然 这样的人也适合物以列举 人以群分的规律 他有一堆穷朋友 大家在一起抱怨一堆 感觉也是不突不快 彼此有共鸣 幸福的人生 都是自己创造的 需要有勇有谋 学会思考 多学习 做到自律 以上四个心穷的表现 希望你一个都没有 如果你遇到心穷的人 建议你远离 别沾染了穷病 俗话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善恶到头 总有报 即便人不报你 老天爷也会报你 做人要看远一点 别以为一己私利 做尽缺德事 也许缺德的人 一时半会儿 通过不正当手段 得到了很多 日子过得很滋润 但迟早有一天 遭天谴 这是人生的因果循环 三国治理有言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人生多做这四善 会越来越命好 一 广结善缘 勿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会加入什么样的群 因此 一个人加入圈子很重要 寂寞者黑 尽诸者赤 广结善缘的人 才可以保持善良的本真 找到自己的成就感 就像有一首诗里写到的 如果你是一滴水 只有放在大海 才永远不会干涸 广结善缘 就是多教良师一友 就像孔子一样 坚持有职 有量 有多闻的原则 去结交朋友 也就是说 朋友是帮助自己的人 也是自己的老师 虽然有时候心直口快 但很真诚 广结善缘 其实就是为人生的发展 潜伏了更多的贵人 这样的人生 自然会越来越命好 人生贵人相助 如虎添翼 二 多读善书 书中自有言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学富五车的人 本身就是黄金满屋 知识就是力量 你做什么都可以找到捷径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当你每天读善书 丰富自己的知识 紧跟时代的步伐 想不进步都难 一个人的思维模式 往往限定了一个人 可以有多大的成就 事实上很多机遇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看到了 也思考了 但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结果措施良机 只有那些智慧的人 才看清机会的奥妙 紧紧抓住机会 找到人生发展的突破口 孔子说 问孤儿之心 可以归失忆 书是不会落伍的 即便是几千年以前的书 读起来依然朗朗上口 其中的道理 是引导做人的方向 多读善书的人 是用智慧寻找人生的突破口 总是可以发现人生的曙光 越来越命好 也就不奇怪了 俗话说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口无知蓝的人总是得罪人 招人嫉妒和记恨 一个人要续挥闭嘴 如果不知道说什么 就什么都不说 当好听众 一个喜欢说好话的人 别人听起来总是悦耳 心情高兴 很容易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当然你说的好话 不是恶于奉承 而是真诚的话 即便批评人也委婉动听 一个出言不逊 口出狂言的人 容易伤害人 是放大了别人的缺点 助长了自己的脾气 口出善言是情商高的人 是让人心温暖没距离 更是一种道德修养 最后是为自己积口碑 金碑银碑不如群众的口碑 有口碑的人走到哪里 别人都尊重 都可以汇聚人脉 会越来越命好 四日行一善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不做坏事 日行一善其实不那么难 善有大小 再穷的人都可以日行一善 比方说 穷人可以露出微笑 让别人感觉世界很阳光 充满希望 也可以增强自己的自信心 日行一善其实是一种 水利万物而不争的胸襟 每天只管做好自己 真诚待人 别计较回报 不计较得失 一个人得到也是失去 失去也是得到 观念看你怎么想 失去烦恼得到快乐 失去旧爱得到新欢 因此 别担心做善事会失去什么 因为善有善报 你失去的一切 都会以另一种方式 回到你身上 一上四善 经常做 天天做 终会善有善报 其善成德 善良的人 即便吃亏 终究不会吃大亏 因为人妻 天不弃 都说傻人有傻福 余生做一个快乐的傻子 福气不请自来 不玩心眼 心就不累了 你活得那么累 还不是想太多 为了金钱 苦一生 为了地位 苦一世 说白了 你就是欲望缠身 无休止的欲望 像一条毒蛇一样 紧紧缠住你 呼吸都难 心都要碎了 没有心眼 玩不过 臣服很深的人 不懂提防 常常受到冤枉 因为心之口快 总是不小心得罪人 但没有关系 学会做自己 别太在乎 别人的眼色 把心眼放大了 世界的真善美 假恶丑 都可以包容 该得罪的人 得罪也没有关系 总有那么几个人 可以理解自己 懂得自己的善良 就足够了 心宽了 天地宽 不玩心眼了 心就不累了 傻一点吃点亏 换回真实的自己 也值得了 傻傻的智商 人生就简单了 真正厉害的人 往往沉默寡言 似乎总是待在角落里 不言不语 不怎么合去 看起来好傻 其实那是一种智慧 让别人认为傻一点 就没有人注意你了 你就有独立自由的时间了 当你安安静静坐在角落里 就没有人知道你想什么 而你留下了宝贵的时间 做好自己成就理想 其实智商不高的人 心就单纯了 就像那些骗子 为什么屡屡得逞 还不是因为我们太贪婪 不贪婪也是智慧 是傻人有傻福 保全了自己 难得糊涂 就远离了是是非非了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个体 都要混起江湖 不练就一身武功 哪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真正厉害的人 都装疯卖傻 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一句难得糊涂 让多少人远离了迫害 很多是看不透就别看了 很多人得不到就放手吧 聪明的人看透了 但不说透 知道了但不去说 不算计人 才不会被人算计 从今往后难得糊涂 不理会流言蜚语 不计较得到失去 不招惹是是非非 总是要学会装疯卖傻 爱一个人傻傻的爱一辈子 爱一个人是真正快乐的傻子 把钱都交给对方 把爱都全部付出 甚至付出生命也愿意 爱一个人就像糊涂的爱里唱的 这就是爱 狐狸又糊涂 这就是爱 他忘记了人间的烦躁 这就是爱 能保持着糊涂的温度 夫妻之间学会装聋作哑 懂得服软低头 哪怕一辈子气管炎 也是幸福 往后余生做一个快乐的傻子 简简单单一辈子 心不累 不算计谁也不被人算计 傻人有傻夫 傻夫是智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心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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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